关于吃素的问题 很多年有说我们念了 南无阿弥陀佛就不用吃素了 因为阿弥陀佛慈悲 吃素的人不吃素的人 只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一样救度 这句话一半对 一半不对 阿弥陀佛固然是吃素不吃素 你念佛真的愿意去往生 他都救度的 但是阿弥陀佛还是鼓励我们吃素 因为我们吃的那条鱼 也是阿弥陀佛的儿子 你大儿子打老大打老二 虽然爸爸对老大老二都是爱护的 但是总不希望老大打老二 也更不希望老大杀老二 所以我们要慈爱众生 我们吃的是阿弥陀佛的儿子 也是我们过去的父母 吃素种种的利益 少业障 这个能够长寿健康 这个有很多的好处 能够增长我们的慈悲心 也能够作为世间法 最佛法的这个很好的引导 人家觉得说学佛的人慈悲柔软 爱护繁保 爱护生命 爱护动物 那么如果说阿弥陀佛没有讲究 所以呢就不吃素了 这个是知见上不正确 那么如果有条件吃素的 就鼓励大家通通吃素 原来吃六寨日的 现在吃十寨日 原来吃十寨日的 现在就全吃素 只能进步不能退步 那么哪种状况呢 如果说我不能吃素 或者因为环境工作的原因 或者因为家庭障碍的原因 那么只能常怀惭愧 多念南无阿弥陀佛 哎呀像我这样的人 素都吃不了 还有阿弥陀佛可以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报将的观点 我好不容易告诉他们呢 如果我们一直念 南无阿弥陀佛到一段时间 我们的心就会慈悲 就会自动吃长素 这个也有 就是你啊 不要把吃素做一个条件 说某某人啊 你没有吃素 哪里有资格念佛 这句话是错误的 或者某某人啊 你念佛 阿弥陀佛慈悲 碰吃素 这句话也是错误 这两句都错误 那么你第一句话 你就把人家挡在门外了 现在吃素的有几个 都是吃荤 你说你吃荤不能念佛 他干脆只吃肉不念佛了 哎呀某某人啊 你没办法 暂时你就这样吧 你多念佛吧 他念念佛了 慢慢他就不吃荤了 这个也有 当然我们吃素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 已经念佛有一段时间了 有的人还在等 他说我等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我这个喉咙管 不想吃素的时候 不想吃肉的时候 我就不吃肉了 最好还是可以勉强一点 你可能那天都等不到 不用 你既然想吃素了 我们就来吃素就可以了 等你吃上一个月 三个月 你就不愿意吃荤了 闻到荤了 你头就发荤了 那个味道太大了 业障太重了 师父 我觉得众生平等 就会不忍自动去吃他们的肉 师父我这样解释对不对 这样解释是对的 不能够去吃众生的肉 众生其实不光是平等的问题 他很可能说我们的父母 你吃了你的父母 你敢吗 像我 我原来不知道有佛教 也不知道有六道轮回 还不知道众生不能吃 就觉得说这个鱼嘛 虾了 鸡了 就是给人吃了 邪剑的 后来看到佛法 说哎呀 这个众生 他就是未来的佛 他就是你过去的父母 哎呀 一看到心里面都发抖了 身上毛孔子腹起来了 不敢吃了 怎么要敢吃 你吃了就是你父母 你敢吃吗 你想说 这条鱼活蹦乱跳的 是你父母 你敢吃吗 你筷子没下下去 看了心里就抖了 所以这个要来体验 要来体会